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83集 今天呢,我要把后面的这里装饰一下 我想了想,我觉得吧,还是做个窗户在这里 就是对面的这种窗户 我先用蓝图把它扶持下来 这个窗户连窗檐一共有四层 我不想要最后的那一层了 所以只要扶持三层就可以了 一个放在这里 另一个就要放在这里面了 一层,两层,三层 就叫它十字窗吧 可不就像个十字形吗 拆掉南投工作台,把这里扶远 放上图纸,看一下位置有没有错 没问题 在正中间呢 那就开始复制吧 哎呀,完了,还差玻璃 哎呀,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买玻璃了 我上面已经没有了 只能再提一个商人蛋了 我看一下还有多少星星 哎呀,我已经玩了211天嘛 1600多个星星 我不知道能买到多少 刷新货架太费星星了 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啊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黑伤到底有多黑哈 这一轮的玻璃我已经刷到了 而且窗户呢,已经复制好了 我们接着刷 刷新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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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 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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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第五次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次了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信不信函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是不是旺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你看到没 三十五次啊 费了我多少信心呢 刷到三十五次才给我刷到啊 哦太黑了 我好想杀人啊 怎么办 可是我如果真的杀了他 又找谁买玻璃去啊 哎呀好憋屈啊 可再憋屈也得刷呀 我从天亮一直刷到了天黑 我一共刷了 二十四组绿蓝纹玻璃片 不对 先还用了两组呢 一共是二十六组 星星也从一千六百多颗 变成了五百九十七颗 也就是说我花了一千多颗星星啊 算一下账哈 他的卖价是一颗星星六个玻璃片 二十六组只要二百七十八个星星 也就是说光刷新货架 他就赚了我七百多颗星星啊 啊 我真的要自闭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被看得最惨 最意憋屈的一次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都是我自找的 哎 说多了都是那一样 不说了 干活吧 我要把后墙的颜色改一下 除了框架是粉森一刹块 其他的都用岩石砖 还有城堡里面也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就专心干活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